为在花联国税局旁的长颈鹿公园的长颈鹿造型儿童邮聚 让许多的小朋友是相当的期待 市长魏佳贤特别前往了解邮聚安全检验的进度 要求一定要达到安全的标准之后才可以对外开放 而经过了相当程序的审查和检验 终于取得了安全检验的证明 而这座6公尺高的长颈鹿造型邮聚和六滑梯攀爬网 即日起正式的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国税局旁长颈鹿公园的长颈鹿造型儿童邮聚 要取得安全检验证明才可以对外开放 市长魏佳贤日前特别前往关心安全进度 并且强调以安全为主要原则 要让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玩得开心又放心 跟所有相亲报告 大家非常期盼的长颈鹿公园 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外非常多的工厂都停工 而且我们国内也没有进口相关的货柜 所以造成我们整个工期的延迟的状况是这样子 也跟所有相亲报告 油区本身是从国外进来之后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国内的一个安全检验标准 让每一个小孩子跟家长玩得开心 那家长来这边也能够放心 所以我们希望说都能够达到合乎安全的一个标准 那在我们几个公园未来的一个规划里面 也会逐步逐步的去做一些体健设施 还有相关的一个设施的改善 我们希望达到不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 都能够来到公园里面 找到自己可以运动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最近几个公园来做改善之后 有非常多的家长也非常开心 那我们希望在最近 尤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 还是要注意油炬是否会烫伤到孩子 那这一点请所有的家长要多多留意 那我们也会来加强我们相关油炬设施的安全性 现在终于安全检验证明通过了 即日起就可以对外开放 这座六公尺高的儿童油炬 包含了玻璃纤维材质的长颈录造型溜滑梯 是学林前儿童喜欢的油炬 而在旁边有垂直攀爬网 非常适合国小以下儿童来冒险 施工所还会在旁边设置洗手台 方便家长和孩子使用 而市长也提醒 最近天气持续高温炎热 家长带孩子去公园玩 务必要注意油炬是否会烫伤 施工所会持续在其他公园 加强油炬设施的安全性 也是区域的需求 规划更多亲子油炬或者是体检设施 介里会欢迎市报道